这场的比赛是石云瑶对阵平眼眉宇 石云瑶上一场赢的是张本美和 所以说石云瑶最近的进步还是非常的大的 同时平眼眉宇也进入了日本巴黎奥运会的阵容 双方比赛开始 0比1从速度上来说平眼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这个球在相识过程中变现 质量也非常高 0比2石云瑶对平眼发球落点判断还是有一些误差 这个球想拧但是比想象中的要长 1比4发到中路偏反手位的这个长球 石云瑶发长球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包括刚才第一个发长球的质量也非常高 2比5这个反拉非常的及时 将比分缩小到了两分分差 3比5石云瑶的实力看起来也非常的雄厚 它的速度可能没有平眼快 但是质量非常高 4比6拧拉直接得分 5比6 这球是个下询 判断旋转上来说有点误差 7比7 石云瑶的护台面积比平眼大 身高必长 更好的去护住台面 只要能扛住平眼前两下的快速衔接 刺激站定之后就能够加高质量了 9比8 现在反手在相识段 石云瑶的信心还是很足 敢于跟平眼硬拼 10比8 平眼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但是石云瑶只要扛住了前两板 它的旋转质量就会体现出来 好 接下来看第二局的手球 平眼眉宇想利用自己的速度 快速的给石云瑶的正守卫施加压力 1比1 石云瑶的反手还是非常的有旋转的 2比1 石云瑶的反手给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现在反手给平眼眉宇加了很多的压力 4比2 这球石云瑶正守上守后应该连续用正守 还是着急回到反手位了 4比3 石云瑶的反手的信心越来越强 用反手这条线不断的给平眼施加压力 5比3 一个运气球 拧拉的旋转非常强 7比5 这个球拧的非常转 而且落点也很好 给到了中路 平眼这个球很容易拉出界 一个运气球擦边 平眼在跟石云瑶对反手的过程中 还是有些不定 想提前变线 石云瑶这边心态就比较稳定 质量旋转加的都很强 从第二局来看 石云瑶的整个战术基本上是更坚定了 尤其是在反手位的相持的过程中 越打越自信 对手发正手段 直接拧起来 或者自己发完长球之后 主动的进行相持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 石云瑶知道今天反手状态好 就多给平眼打枪枪对抗 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石云瑶的心态了 前两局发挥的都非常不错 马上就要面对胜利的时候 发挥还能不能这么稳定 这也是对于小将的一种考验 2比3石云瑶发中间场抢攻 战术上来说没有问题 可惜失误了 3比4 这个球拧拉的质量不太够 拧到了平眼的正手位 3比5 平眼反手位的质量不高 但是速度快 变现的节奏比较快 看出他的变现 用质量来攻击他的反手位 5比6 平眼主动上手之后 自己的侧身抢攻 5比7 这球落点上有变化 平眼在反手向之中 给到了石云瑶的中路 用细微的落点进行变化 7比10 最后反手四直线 虽然连续擦了两个网 但是打的还是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看第四局 平眼眉宇发球 开局非常的重要 现在开了一个好头 反手相识这一块 石云瑶还是非常的自信 对于石云瑶来说 就是尽可能的把球打得更简单 平眼眉宇叫了暂停 这个暂停还是有些效果的 快要获得胜利的时候 心态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些变化 现在最考验石云瑶的就是心态 技术上今天表现的都非常好 就看关键分的出手 能不能保持像之前一样那么坚定 7比4 发球直接得分 石云瑶的长球发的确实不错 中间长的 反手底线长的 这两个落点质量都很高 9比5非常果断 发长球之后的衔接非常流畅 质量也非常高 这球平野很聪明 没有形成反手相持 而是主动拉到石云瑶正手 平野这个时候 开始突破石云瑶的正手位了 10比9 平野算到了 提前拉到石云瑶的正手位 平野连续从正手位突破了三四分 平野10比5之后的变化确实很敢出手 这几分质量变得都很高 石云瑶心态还是起了一些变化 最后自己要着急去变线 接下来来看第五局决胜局 石云瑶发球 还是这个线路 在相持的过程中 平野变线的速度非常快 正手位看住了 平野现在想变的就是正手位 对于石云瑶来说 就要看住正手位的速度 5比3 普通的磋长被平野反拉 这球还不如给到中间半出台 让平野扑上来拉 第五局双方的注意力都非常的集中 6比6 这个球就是比赛中的节奏了 平野梅雨用反手摆了一个短球 6比7 一个运气球 这几分 平野梅雨尽可能的去调动石云瑶的正手位 让他去跑动 连续的失误 非常的可惜 对于石云瑶来说 今天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在快赢的时候 自己的心态处理没有处理好 那么最后平野梅雨 也是在前两局失利的情况下 连追三局 最终以总比分3比2获得了胜利